身怀六甲的妈妈们在妇产科前排队看诊 而身为女性面对健康问题或许有相同困扰 乳癌现在就是癌症算排行蛮前面的嘛 所以我还是觉得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癌症的话都会担心 这几年都年轻化所以都会留意 乳癌是台湾女生罹患率第一名的癌症 发生高峰约在45到69岁之间 平均每10万名妇女就有将近200人确诊乳癌 近年来更有乳癌年轻化的趋势 现在台湾的趋势就是说 我们更年级后人数还是在增加 所以说是一样的 没有就是年轻化 本来就是我们的族群本来就是这样子 一半一半 我觉得乳癌有哪些状况还是来给医生看一下 不要说你不重视这样 在年轻族群女子当中 乳癌也是发生率最高的癌症 那营养师就建议日常生活中 许多风险因子是我们能控制的 例如说就可以少吃加工肉品 油炸食物跟添加糖 高聚爱精致碳水食物等等 像是薯条汉堡或者蛋糕甜点 这类食物不仅容易发胖 吃进嘴里身体营养素也摄取不足 也容易增加罹患乳癌的风险 其实就是要控制好自己的一个体脂率 一定要少于30%是比较健康的 一定要吃到三份蔬菜两份的水果 保持愉悦的心情比较重要 想要远离乳癌 医师建议民众不咽不酒多运动 另外国健署更打算将公费乳癌筛检对象 扩大到40到75岁 都可以接受免费筛检 让民众能提早发现提早治疗 欢迎订阅张翔宇 去爱全台区称呼冒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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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